你先回答了293 接下來有一個很大的放寬 你說回來由海外抵港的人士 隔離日數由7天變成3加4 就是3天酒店、4天家居 國泰當天也有一個不錯的勝負 Tenia問你是不是已經轉向 是不是有一個轉世的情況 我想先回答國泰 國泰轉向不是今天才是市場開始想的 在說6元 甚至由政府肯公估那段時間開始 公股政府肯注資去賣他們優先股那段時間 市場在想已經轉向了 因為對於航空業這幾年來說 絕對要捱得過去 最重要是有一個可以靠貿易的現金樓 讓它捱到有一天 就是疫情過了開始可以通關等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到最壞事有一個 就是別人5元、6元那段時間公股 那段時間就開始炒起來 你問我國泰 我何時開始想起通關的狀況 就是今年年頭的時間 你講的都是六個多的位置 當然我不會敢公股 最危險的那段時間就確定沒有 但是你觀察完一段時間 你就會發現就是 國泰現階段的優勢是多大 因為就是有政府在背後上回應 你看到最新消息也都說了 近期未通關 經營狀況仍然是比較難 政府借它不錢就不還 又拖 無險 這樣的道理 但如果你純粹這些位置上來才去追 因為看到3加4的狀況去買 就多數都出事 因為資金做部署 我們剛剛講的 全部都是由5元、6元那些位置上來 3加4 你這些位置才打算去開好創部署的時候 別人可以做一個獲利調整的事 先取消利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這些位置才開始看好創部署的話 不如分階段收集會比較好 這些股份還是挺好的 之前看好沒理由現在不看好的 但問題就是這個過程 短線來說不會一番人奉信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意志 政府遲早說3加4之後 最後就不用隔離 但是你想想 由現在3加4到未來不用隔離 我相信日子不好 都會比較長 兩三個月 大家猜就是黃金洲的時間 因為很明顯 那是不智的 現在市場有這個憧憬 萬一黃金洲還是3加4的時候 這些股份就會有一個比較深一點的調整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位置才開始看好創部署的話 不是不行的 但還有分幾注買 如果你硬要一注過的話 等8元才出售 我覺得不用這麼急著 是 都是討論而已 譬如說之前都升到去9元邊 大家看好的時候 今早就回到10天線 如果我真的說壓碰不到10天線 我去買 上網多少呢 還是不要那麼貪心 你問我其實看你分長線還是短線 你短線價升了很多 我覺得未必會升太多 可能買你炒其他東西更好 但是你問我郭泰哥 如果你問我設定一個目標價 我覺得可以看10元 就是你始終在說 當整個航空要復甦的時候 特別一些大型的航空公司 我覺得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因為他們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飛機團隊 特別有比較大的優先航線上 簡單一點 你說一開始可以衝去旅行 老實說多數都是一些比較有錢的人 你說比較有錢的人 我想你說會選擇一些 可能有些漂亮的航班航線 甚至你譬如現在在想 我現在三駕四 去旅行本身的時間已經比較緊缺 你都要預約三天的時間去做隔離 有些漂亮的航線航空公司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你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去飛一些廉航等等 本身可能還去飛一些比較不漂亮的航線 虧了一日給它 你不會再這樣想 所以你說這些大型的航空公司優勢會比較大 但主要短線的出發點 就是始終在說 估計平均升了很多 而這些消息上面 市場不排真的完全沒想過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 如果你十天線買的話 你預計它有機會回到百元 但你問我定一個目標 短線我覺得八個八、九元 這些位置都不易見 所以這些位置就不特別建議 做短線追求 但你問我定一個目標 是看十元的 但問題就是 分清楚自己短線和中線 我們這個月過去經常都會這樣說